如果我們年輕人都不去做保育 都不去堅持保持這件事 繼續去發展下去的話 還有哪一個會幫我們去做呢 你開任何店舖 其實做任何生意一樣 你都是想賺錢的 除了賺錢之外 究竟你賣什麼呢 你賣的產品是你想學順 是好好賺 還是你有些理念在背後想做到的 當初我們這間酒店是有三個人開的 即是我和我兩個朋友 我們很快去想我們的想法 我們想這間店是怎樣 我們要去看店舖 其實你眼前見到 所有東西都是我們三個自己想出來 所有東西都是我們自己心願 是累的 但是是開心 好像自己生了個兒子 即是由零去到大家一起打打打打打 打到現在有這間店 所以我們還要來一間分店 我們開這間店 我們很希望 除了那些人會來買酒之外 其實我們很歡迎那些人來聊天 如果客人隨便拍照 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說是一個景點 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有三個新價值 第一件事是 香港文化 紫蘿加 紫蘿加 本土情懷 還有記憶 回憶 你會見到我們在裝修上面 即我們使用了一些 照雞蛋的紅色營膜 灰色綠色的紫皮石地 還有一些麻將牆 為何會選擇這些元素 是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其實是想照顧本地的香港人 天璃璃璃也好,其他地方也好 很多Bottle Cup 賣酒的酒店 主要都是賣給外國人生意為主 但我們更加重視的不只是外國人生意 我們更加重視的是我們本地自己的香港人 所以我們就覺得我們用一些華酒香港的元素去 你可以說是一個Preserve 其實我們是對於文化的一個保養 因為其實現在 越來越多一些以前香港的東西是流行的 其實這些本土情懷就像廣東話一樣 如果我們年輕的這一輩子都不去做保育 都不去堅持 都不去保持這件事繼續發展下去的話 還有哪一個會幫我們去做呢? 支持香港,支持本土特色 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裏 亦都要對我們香港本來已經有的 一小小的文化 作一景點的建築 我是Justin 我又是三歲 我是堅酒檔的負責人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